2018年中超联赛的下窗转会期即将截止,对于各支球队来说,人员调整的问题也应该是要收尾了。 对于中超大主广州恒大来说,今年夏天可谓是收获托风,在间歇期之前的上半赛季,广州恒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,首先他们在亚冠和足鞋飞出去,然后中超联赛也调到了第五的位置,创造了对时最差纪录。 恒大神风高拉特这样的成绩显然无法让恒大满意,所以整个夏天的间歇期,广州恒大都在忙于调整,而关于要来恒大的绯闻外缘也是一波又一波。 但最终恒大还是让不少的人都失算了,在引进塔利斯卡这位强力中场之后,外界普遍以为恒大会再引进一名强力前锋,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 塔利斯卡下窗来到广州在巴西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以后,巴西国家队主力后邀传出于中超球队的飞吻,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,最终广州恒大官宣球队工薰外援保利尼奥时隔一年回归球队,随后巴萨官方也发文说明了保利尼奥租借恒大的相关事宜,就这样广州恒大的夏季演员基本完成。 保利尼奥回归保利尼奥回归以后,恒大队内已经拥有七名外援,水取水流,大家都在纷纷猜测,因为夏季转会期,按照足鞋的要求,广州恒大最多可以调整两名外援。 目前来看这两个名额恐怕已经被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占据,那么剩下没有报名的就只能离去了。 这一码可能有悲剧的最紧,恒大刚刚在自己的官网上下保利尼奥的信息,令人惊奇的是保利尼奥没有选择之前自己的八号球一,而是选择了九号。 没错,你没有看错,保利尼奥的确是选了九号,前段时间的热身赛中,恒大队是最贵外援杰克逊马丁内斯,还身批九号球一为球队出战,而现在这个号码已经被保利尼奥占据。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码已经离队,毕竟中超短会窗口即将截止,它基本无缘下半赛地,恒大官网显示保利尼奥是九号目前恒大的官网,依然没有马丁内斯的信息。 这在另一个方面,说明恒大基本已经放弃这码,至于是离队还是继续留下T预备队联赛。 恒大还需要同这一码沟通后才能有答案,毕竟他也已经超过了30岁,能够在职业生涯末期,还能踢上球,恐怕是这码现在最大的愿望了吧。 恒大中场球员保利尼奥改变球一号码后,有人推测他是不是要被卡道瓦罗改成前锋,毕竟保利尼奥在巴萨和巴西国家队期间都有过不少的进球,其实选择九号并不意味着保利尼奥就会去改踢中锋, 毕竟他只有在后腰位置上才能发挥最大作用,尽管卡纳瓦罗十分想要一名九号球员,但是他应该不会将这名超级后腰改成前锋,毕竟保利尼奥是在后腰位置上提出名堂,只有在这份位置上他才能找到自己在球场上的感觉,帮助广州恒大问顶中抄,这码过去已经离队了。